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蓝图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看大卫逃亡当中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他逃亡的时候 他的儿子也是他的仇人 亚沙龙得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护赛 这个人并不是真的归向亚沙龙 这个人是大卫派的眼线 另外一个就是亚西多福 他是全心全意归向亚沙龙 最起码他全心全意要杀掉大卫的 那么在撒末尔记下十六章二十三节 那时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 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 他昔日给大卫 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 都是这样 他讲话跟神讲的一样 他的建议就跟神的建议一样 那还用说什么 那就是最棒的建议了 下面我们看到他的建议 十七章第一节 亚西多福又对亚沙龙说 他出两个主意 一个叫亚沙龙跟他的爸爸的飞兵睡觉 这样让以色列跟随亚沙龙的人更专心 因为跟他老爸绝不会和好了 另外就是要快 立刻追 亚西多福太聪明了 这个战争就是要打快 迅速的 我现在挑一万二千人 一万二千人 我们在前面看到大卫特别的侍卫 跟随他的人 在第十五章的十八节 有六百个加特莱的禁卫军 那比起一万二千人差太远 但是亚西多福也知道 大卫的勇士很多 所以要用精兵一万二千人 精进去追赶 趁他疲乏手软 我突然追上他 让他惊慌 让他惧怕 各位亚西多福是快 这真是德国的闪电战 或者像亚历山大一样 汉尼巴也是 都是快 齐习 一定成功 那我们也想到说 大卫在他一生写的很多诗里面 诗篇里面很多 这个死亡的神所缠着我 哎呀 匪内的急流叫我惧怕 我的性命真的像 真是命在旦夕 马上就要没有了 我们记得他跟约纳丹也讲过 我离死不过一步 从他年轻的时候 离死不过一步 扫罗追杀他的时候 在那弹琴 突然一个枪刺过来 离死不过一步 现在也是更是离死不过一步 以前是扫罗 现在是他儿子 然后亚西多福 如果计策成功 一万二千人追他 追赶他 大卫一定慌 一定乱 百姓逃跑 亚西多福下一句话讲的 完全把自己的 那个恨大卫的心表现出来 当然也把整个战略表现出来 我追上 我只杀一个人 别人不杀 我就杀王 然后其他百姓归向你 哦 这个亚沙龙听得高兴啊 就是把敌人去掉了 然后大家都归向我 我也不要百姓死掉 因为我以后还要继续开拓领土 我需要军队啊 当然亚沙龙这话也真是 亚沙龙喜欢这话也真是该死啊 杀你的爸爸 你怎么可以以此话为美 亚沙龙和以色列长老都以这话为美 单单杀王一个人 所以人间的忠贞各位也真是不可靠 我不知道在座的 有没有您是喜欢政治的 有参与政治的 政治上面商场上面 其实人间所有的 包括剧场 那个无情冷漠 那真是你经历过掌声的人 后来又听到嘘声了 难过 这个政治商场剧场 一旦过了气 美貌的女星 可能在成名的时候 全世界人都知道她 为她疯狂 过气了 没人理她了 那个寂寞是很难忍受 我们只有信靠上帝 否则我们在这世上 就只有寂寞和叹息 以色列人多么跟随大卫 他大卫杀死万万 扫尔杀死千千 现在怎么样 跟随他儿子来杀他 而且亚西多夫说 我只杀他一个人 大家说 以为美 连亚沙龙也以为美 第五节 亚沙龙说 要召亚基人护赛来 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 亚西的亚沙龙这样想 我们再听一个意见 因为这个人是大卫的好朋友 听这意见再听 本来护赛根本都不在了 护赛也许在外面 他现在还被排除在核心之外了 虽然亚沙龙已经要接受他 但是他还不是政治局常委 还不是最重要的核心人物 护赛急死了 因为万一亚西多夫计谋成功就惨了 上帝感动了 亚沙龙给他一根吊死自己的绳子 把护赛找来 我们再听一听 是出于谨慎 是出于聪明 但是却一旗 一盘旗就这一招下错了 完全完蛋了 第六节 护赛到了亚沙龙面前 亚沙龙向他说 亚西多夫是如此如此说的 我们照他话行 可以不可以 若不可你就说吧 哇 护赛他吓出一身冷汗了 这个人只是凭跟王一起玩的 但是他居然在危机的时候 也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护赛对亚沙龙说 亚西多夫这次所定的谋不散 护赛又说 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 都是勇士 现在他们心中恼怒 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 他形容也很好 你老爸不是勇士吗 这个亚沙龙知道 现在他们被赶出去 真是像丢了崽子的母熊一样 很愤怒 这个不太对 起码大卫不是这样 也许大卫身边勇士还是这样 不像是丢了崽子的母熊 倒像丢了妈妈的小崽子一样 大卫现在年已经老了 已经比较 不是像以前那样的神勇了 但是护赛要讲一个主意 一方面让亚沙龙对他爸爸惧怕 一方面又激起他骄傲的心 就跟以前罗普安一样 罗普安一样 罗普安国家分裂的就是 他听了那些少不根事人 骄傲的心 当然现在护赛也是 借着他少不根事 要惹动他骄傲的心 惹动了以后 他爸爸就得救了 亚沙龙就死定了 我们看下去 且你父亲是个战士 必不和民一同住宿 他现今或藏在坑中 或在别处 若有人首先被杀 凡听见的必说 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 谁有人胆大如狮子 他的心也必消化 因为以色列都知道 你父亲是英雄 跟随他人也都是勇士 现在先来吓一下 亚沙龙不可以 不可以今天用 用闪电战 用突袭的方式 因为你爸爸不好抓 这个我不知道 像抓兵拉登一样 是不是也是不能抓 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被杀了 那美国士气怎么办 总之你爸爸太难抓了 如果我们去抓他 一旦死了一个人 那大家都消化了 大家都完蛋了 那个跟以色列人 在这个爱城失败一样 虽然死了只有 只有三十几个人 但是大家心都化掉了 那以后还打什么 大卫太厉害了 好 先要吓一下 亚沙龙 然后激起他骄傲的心 依我之计 不如将以色列众人 从淡到别十八 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 聚集到你这里来 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 听到没有 这就是激起他的骄傲心 从淡到别十 全国来拥护你 我有这么了不起 然后你带领他们出战 你是英雄带他们出战 这样人又够多 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 就下到他那里 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 我们今天没有看到 露水下在地上 我们今天在城市里比较没看到 但在以色列那个地方 很干旱的地 但是到晚上黄昏 降露水 第二天都是露水 你记得 基电也做过这个实验 羊毛都是水 你也知道在创世纪里 露水滋润大地 就让大地能够生长出 各样的东西来 露水下地 我们一下去就是 他没有地方可以躲了 连他带跟随他的人 一个也不留下 每个地方都是我们的露水 每个地方都把它掩盖住了 他说 进了那一座城 以色列众人 必带绳子去 将那城拉到河里 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 这当然是夸大的说法 但是说得真舒服 他到城里去 我们每个人带一根绳子 把那个城都拉到河里去了 死定了 又让压沙龙惧怕 马上攻 失去先机 又让压沙龙骄傲 在打仗的时候自大 骄兵就必败 护赛说了 让压沙龙的反应 就正宗了他的诡计 十四节 压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 雅籍人护赛的计谋 比亚西多福的更好 是他们愚蠢 但是这件事 也在上帝掌握之中 这是因耶和华 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 我也要降祸于亚沙龙 亚沙龙要降祸 我们很遗憾 亚沙龙要死 他是做错了 当然大卫也做错了 亚西多福也做错了 在仇恨报复中的人都错了 这仇恨报复就是 亚西多福和亚沙龙 大卫没有错 有错 但是各位 深渊在主 主必报复 我们不能报复 我们可以诉诸警察 可以诉诸国家公权力 可以诉诸政府 但是我们心中没有仇恨 好 下面就是情报上面的一个 这个如果我们拍电影 可以拍得非常紧张刺激 整个这一段都可以拍得很紧张刺激 下面要紧急要秘密 十五节 就是这很快的讲 不能多讲 不能浪费时间 因为也可能有眼线 现在是分秒必争 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 去告诉大卫说 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 不要住在旷野那边了 物要过河 免得王河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 你们时间不多了 赶快过河 不要停在那里 因为现在我暂时 把亚西多夫的计谋挡住了 万一玩着想一想 还是亚西多夫 好 今天就追 那王已经那么疲倦了 那么累了 跟随他人会四散 你们必定死 赶快拼使命要过河 这样矫正能够站得稳 因为现在我在说 亚西多夫可能会改变他 亚西多夫主义 暂时没有被王接受 但是可能会被接受 所以你们时间非常紧迫 赶快逃 十七天纳斯约纳丹和亚西马斯 在尹罗杰那里 等候不敢进城 恐怕被人看见 但是真的也被人看见了 有一个使女出来 将这话告诉他们 就是他们传传传 要告诉这两个人 使女就跟他们讲 他们就报信给大卫 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 就去告诉亚沙龙 你看这里有情报站 有间谍站 有很多的眼线 有一个小孩子看到了这件事 赶快去能够报告亚沙龙 你也看到亚沙龙的间谍网 也很密 你也看到亚沙龙 步在明星中也相当高了 告诉亚沙龙 他们急忙跑到八户林 某人的家里 那人就这个童子去告密的时候 这两个人也算警觉 赶快躲起来 那人院中有一口警 他们就下到警 那家妇人用盖盖上警口 又在上头铺上睡卖 事就没有泄露 亚沙龙的仆人来到那家 问妇人说 亚西马斯和约纳丹在哪里 他们连那两个告密的人都知道了 所以大家的情报都很灵通 妇人说他们过了河 仆人找他们 找不找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也有点像这个 在耶利哥城 纪女拉河的事情 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 这种尔虞我诈的事情 他们走后 二人从井里上来 去告诉大卫王说 亚西多福如此如此定计害你 你勿要起来 快快过河 亚西多福要害你 呼塞挡住了 不过能挡多久不小 赶快过河 大卫和跟随他人 都起来过了约旦河 到天亮 无一人不过约旦河 亚西多福建 不一从他的计谋 就背上驴 归回本城 到了家留下遗言 便吊死了 葬在他父亲的墳墓里 这是一个悲哀的老人 圣经里记载自杀的人不多 我们最熟悉的是尤大自杀 参孙也算自杀 还有一个心力 亚西多福也是自杀死的 他是一个痛心的老人 他所服侍的王大卫 玷污了他的孙女 这是不幸 他可以请求上帝深渊 他可以请求大卫赔偿 他没有 他定义要让那个 复仇的火在他心中烧 跟压沙龙一样 复仇的火 为妹妹复仇 一个为孙女复仇 一个为妹妹复仇 对象都是大卫 大卫当然也痛苦 各位你不要说大卫 上帝保护大卫 上帝是保护大卫 但是大卫被自己的儿女 这样追杀 你不觉得很生不如死吗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 不要有报复仇恨 质疑的心 这个老人 我想他到地狱里 也会愤怒的 压沙龙到地狱也是愤怒 那不肯信靠上帝 总是咬牙切齿地说 上帝你不公平 没有看到上帝的赦免 也没有看到上帝的管教 也没有看到上帝的公义 压沙龙自己没有错吗 很大错 他怎么可以杀哥哥 他怎么可以杀父亲 他杀了那么多人 亚西多夫没有错吗 亚西多夫挑起战争来 也会杀很多的人 总之对上帝没有信心 我们就糊涂了 出的计谋队 上帝也会败坏的 他是自杀死的 二十四节大卫到了马哈年 压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 也过了约旦 和压沙龙立亚马萨 做元帅代替约亚 亚马萨是以什玛利人 以特拉的儿子 以特拉曾与拿下的女儿 亚比该亲近 这亚比该与约亚的母亲 西路亚的是姐妹 亚沙龙和以色列人 都安营在激烈地 好 这个亚沙龙 请一个人来做 这个元帅代替约亚 这个人也是他的家里人 也是他的亲戚 这个是大卫 大卫这个母亲的姐姐的孩子 所以也是算是表兄弟了 那因为古人跟金人一样 跟外人一样 这个亲信的在独裁国家里面 或者在君主政治里面 这个甚至在今天 这个国防部长啊 军权 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特务啊 这不可以假以外人的 通常都是用自己的人 那么所以亚沙龙就用这一个亚马萨 做他的元帅 算他的表哥了 好 他们在那个地方 安营在激烈地 然后27节大卫到了马哈念 那又看到一个外邦人来帮助他 大卫跟亚门人的感情是不错 虽然后来有一个战争 但是原来感情不错 就是这个巴西林 巴西来 他就带着很多的被乳 碗盆瓦器 还有很多吃的东西 通通带来给大卫和 跟随他的人吃 说他们在旷野一定疲乏了 这又是一次的雪中送炭 大卫这次逃亡啊 最后能够全身而退啊 当然包括互赛出的那个主意非常好 当然包括有一些跟随他的勇士非常好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感谢主也有这个人 他还有马吉啊 还有巴西来 带着这么多东西来给他 这很了不起 我们如果把他也想到教会里面 没有一个人是废物 没有一个人没有用的 没有一个人不能够帮助人 包括这个打死哥利亚的勇士 他也需要人的帮助 那么我们也需要人的帮助 我们是基督身上的一部分 每一个肢体都帮助 另外一个肢体 每一个肢体都互相的帮助 也互相的受到帮助 神当然是我们唯一的帮助者 但是是借着这些的 十八章要作战了 第一节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 李千夫长 百夫长率领他们 大卫打发军兵出战 分为三队 一队在约亚手下 一队在西路亚的儿子 约亚兄弟亚比赛手下 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 好 大卫呢 分三队 约亚 约亚的兄弟亚比赛 这也是很忠心的人 然后就是以太 这个是外邦人跟随他 在出战的时候 你看到大卫对亚沙龙的心 大卫对军兵说 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 军兵却说 你不可出战 若是我们逃跑 敌人必不介意 我们阵囊一半 敌人也不介意 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外人 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 好 大卫要出战 这个当然是很悲哀了 他出战 其实我想不是出战 我们从几下看 他出战 好像有点想帮助 或者保护他的儿子亚沙龙 但是这句话实在也叫我们难过 他不能不去跟亚沙龙作战 在生命纪二十八章四十八节那里讲到说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 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 赤路缺乏之中 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 你平顺的时候不服侍神 服侍仇敌 到最后仇敌就会来攻击你 我们不能在平常的时候 好好侍奉上帝 一定要在艰难的时候 像浪子一样 才想到我要回到我父家吗 大卫如果在最早的时候 各位我们今天看到这里 我们要回想在几年以前 好几年以前 大卫在可以服侍上帝 可以出去为上帝作战的时候 他没有 然后他行了淫乱 当年没有用他的力气来服侍上帝 今天他又用他的力气来杀他的儿子 多么可悲呢 当然他没有杀他的儿子 军人也不准他作战 理由是如果你阵亡太危险 但是大卫什么时候阵亡会不危险 大卫以前也是很 阵亡的话 会造成全国的失败 但以前人家准他出战 为什么 当然一方面他老了 另外一方面 这是儿子 他们不会让他去打他儿子 这个大卫如果要这样做 人家也不允许他这样做 王就说 好吧 你们不要我出战 那我就不出战了 但是呢 他站在城门旁 军兵呢 或把货钱挨自出去 然后大卫在不断地尊尊告诫 约亚雅比赛以太 对三个元帅讲 三个领袖讲 也对其他的军队讲 因为其他军也听到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宽戴那少年人压沙龙 王为压沙龙 祖父重将的话 兵都听见了 你看到 王还是爱这个人的 即使他要杀他 即使他跟他的飞兵睡觉 但是这是他儿子 他还是爱他 爱是很好应当的 但是君子爱人以德 小人爱人以姑息 你爱不要姑息 你对亚沙龙关系要正常化 你要有所责备 有所管教 然后也跟他和好 这些大卫都没有做到 我们常常也是这样 和好又不愿意 见了面又有疙瘩 这个不好 让我们能够 好好地对付这些事情 大卫还是很爱压沙龙 那这场战争 谁胜谁败 对大卫来讲 都是一个痛苦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这又是我们要再想到 这是从哪里开始 这是从他一开始 犯罪就有这样的事 到最后造成了亚沙龙的造反 造成了他们的最后 不能不对立 不能不你死我活 虽然大卫还想说 我们两个都不必死 大卫在这个时候 好像也有一点预感到 他会得胜 因为亚沙龙 到底还是少不根事的 你们要宽待那少年 亚沙龙 第六节兵就出到田野 迎着以色列 在以法连树林交战 以色列败在大卫普人面前 那里阵亡的甚多 共有二万人 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 死于树林的 比死于刀剑的更多 这场战争 亚沙龙失败了 亚沙龙怎么样呢 第九节 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 偶然 这不是徐自摩的偶然 所有的偶然 在上帝的手中都是命定的 上帝有计划 让他遇见 然后亚沙龙骑着骡子 从大像素密质底下经过 树林很多 很多人死在树林里面 死于树林 那么我们也看过 Gladiator里面 在树林里跟蛮族作战 事实上 罗马的兵团 在树林里跟蛮族作战的时候 是有失败过的 因为不熟地形 太乱了 亚沙龙在这个时候 树林很多 他也是该死 他在像素密质底下经过 他头发被树枝扰住 就悬挂起来 所骑的驢子 骡子离开他去了 各位 他被吊在那里了 如果这时候没有别人在 是可能没有别人在 因为树林里面 一大堆的树 也看不太清楚 没有人在也就好了 就有人看到 他真是该死了 他怎么该死了 各位 我们曾经讲过 亚沙龙有一个 最引以自豪的东西 就是他实在是 非常的美丽 其中美丽之一就是 他头发非常的重 很能吃重 他被吊起来了 他经过树林 那个头发就把他 缠在橡树上 吊在那里 那驴子也跑掉了 他吊在那里 闲空 这让我想起 《一所欲言》里面 讲到有一只鹿 有一次在水边 看到他的倒影 就说 我的脚真是好漂亮 然后又看到 他的脚 就是Horn很漂亮 然后看到他的腿 哎呀我腿瘦瘦 刚刚好难看 正在嫌他的腿难看 称赞他的脚美丽的时候 有猎狗来追他 他就赶快逃 终于逃得差不多了 他想 这下好了 幸好多亏了这个脚 正在讲多亏这个脚的时候 他的头 就是 他的腿 让他跑得很快 脱离了狗的追寻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的头上的脚 那个Horn被树枝缠住了 就不能逃了 狗又追进来 把他咬死了 后来他死前的叹息 就是说 我所最以为美丽的 头上的Horn脚呢 害得我死亡 本来我最讨厌的腿呢 难看的腿 却帮助了我 好 这里我想 鸭沙龙 他的聪明 他的美丽 他的成就 他的正义感 包括他的头发 到最后都害了他 本来可以非常好的 就是因为 没有信靠上帝 这一个真是 圣经上说 从头到脚 没有瑕疵的人 非常惨的死亡了 不过他的死亡 我们要下次再见 愿上帝赐福大家 他的时间不错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你会儿 你会儿 看到你 你会儿 在你第一步 个人 小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